如果袁绍活到现在 都输光了 他知道明天征服的将是整个世界 听懂掌声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陪你追剧学历史的小勺子 经过了烈昂七紧张的铺垫 今天东汉末的第一场大战 终于要开打 发生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关渡之战 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 元曹集团的命运经此一战 逐渐走向了天平的两端 历史也由此改写 那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场战役 按照时间线转开来聊一聊 老规矩三部分 大战前 元曹实力对比有多悬殊 大战中 曹操如何实现已弱胜强 大战后 元绍为何难以东山再起 看完这一讲 搞不懂关渡之战 算我的 关于这个第一点 元曹实力对比有多悬殊 电视剧里的说法是 七十万比七万 曹阿满真不自量力 区区七万人马 妄想遇我七十万大军 岂非 以卵击石啊 这个打法有点孙悟空打小学生 属实欺负人啊 我去啃了几篇文献 那双方在作战人数上呢 虽然是有差距 但是应该没到一比十这么夸张 在元绍的麾下呢 虽然是有数十万人的 但是并没有被全部用于关渡之战 那他分散在各州的儿子和侄子那边 应该还有一些 那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 在关渡的主战场上 元绍这边大概是有十万人左右 也就是三国志元绍传里记载的 减净足十万 其万匹 江公许 那关于曹操手里的具体人数呢 我看史书里就没有特别明确的数据啊 但是青州兵几万人 加上这个报信战死以后 曹操被迫主动接受的泰山兵 图众二万 其七百 再加上投降的张秀 一路兼并的张继 吕布 张淼 陶谦 等等这些军事集团 那曹操手里的人数呢 虽然不及元绍 但是大几万肯定是有的 达不到一笔十这么夸张 那为什么要说 关渡之战是经典的 以弱胜强的战役呢 需要强调的是 在那个冷兵器年代 战斗双方的强弱 可不止体现在出了多少的人头上 这个就还得说回到战斗 以前他们两个人的创业发展史 元绍和曹操啊 是大小 小的时候都是在洛阳混官二代圈子的 又是一起嫌疑怒骂 飞鹰走狗的玩伴 那个时候 曹老板心里的袁绍 哎呀 又帅又得势 那就是自己的带头大哥 袁绍呢 对于这个 宦官之后出生的小曹也不错 干什么都 邋遢一把 包括朱砂 石长士 樊董等等 两个人呢 也都是一起参与了 等到法董男团 解散以后呢 袁绍就往河北 曹操往衍州 两个人都各自发展 但是袁绍创业比较顺利 打下这个季青 幽冰 都没有费特别大的功夫 而曹操这边呢 他所经历过的 比如说 十周 三境两出 然后遭受 吕布的被刺 然后他的 东郡太守和 眼周墓呢 还都是靠袁绍表建的 可以说 从一出道开始 他们俩之间就是 原强 曹若的格局 而关于 他们手里的地盘呢 从黄金起义开始啊 这个中原地区 进入 大的大大大 大混战 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 河南和山东地区 也就是曹操所掌控的 主要地区 比如说 眼州 玉州 徐州 等等啊 这些地方 离首都也不远 本来是全国人口最多 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在整个东汉呢 都没有经历过什么 大规模的战争破坏 结果 大黄金 发动桌 诸侯乱斗 忽然而来的战乱呢 争走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没有人种地了呀 再加上战争带来的 瘟疫问题 这里的人口就 大规模的减少了 农业产出呢 也逐渐降低 你说干饭都干不饱 还想长时间干架 这个确实比较难啊 而且啊 当时曹操连年征战 陶谦打完打吕布 张秀打完打圆树 反正在这片地盘上是 反复拉锯 是一直到关渡之战以前 才算是基本的稳定下来 所以呢 虽然曹操当时进行了囤田 我们上集说过 尽力的去恢复生产 但是在关渡之战以前 他的粮食和兵族 都已经严重不足 在剧里呢 关渡前夕 曹老板就已经因为 军粮不足 而杀了管粮官王后 如死后 如妻子我养之 如物虑也 等到了关渡呢 见到徐优的时候 曹老板更是焦急的 连磕了好几个头啊 才承认了粮食的余量 相比之下 袁绍当时所占据的山西 河北 辽宁西部一带 也就是像济州 青州等等 虽然也受到了 黄金起义的冲击和影响 但是没有怎么经历 随后的诸侯割据战争 劳动力的减少呢 也就不如曹操的领地 那么严重 所以说 袁绍没有搞军臀 却足兵足食 总之呢 在关渡之战以前 虽然曹操拥有汉县帝 但无论是兵员 还是物资 袁绍都处于 绝对的优势地位 而且越是曹操 需要休整的时候 形势对袁绍 那就是越有利 关渡之战啊 可以说 袁绍的手里 几乎是捏着 铜花顺加大小王 结果却没打过 曹操的一对三 这样的一手好牌 究竟是 怎么打得稀赖的 曹操又是如何实现 倚若胜强的呢 我看电视剧的弹幕 将关渡之战的 这个战果主要归咎于 袁绍在做选择题方面的天赋 但是呢 历史的选择 绝对不会如此简单 非黑即白 所以我们还是 按照史书来还原一下 第一回合 袁曹宣战 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之间的矛盾 是因为出现了刘备 根据三国志 袁绍传 在公元199年 骑身曹操的刘备 尿上青天 鱼入大海 离开了许都 到徐州去攻打袁树 等到袁树病死后 公元200年春 刘备呢 就杀了曹操任命的 徐州刺史车咒 带着万余人马 占领徐州 公开的背叛曹操 我也将车咒全家都 这时候担心 曹操报复的刘备呢 又开始低头 向袁绍求援 但实际上啊 袁绍和曹操相互不爽 是很早之前的事了 在关于 要不要拥立刘渝 汉县帝归谁 还有谁当大将军 这些问题上 他们早都有矛盾了 只是在面子上 一开始还能保持往来 那等到了曹操 基本控制住了 今天的河南 山东大部 安徽北部等地区之后 在整个秦岭淮河一线 以北 同关以东 就只剩下了袁绍 冲突呢 就在所难免了 我是杀儒 而对于袁绍来说呢 他则更多了一种 酸溜溜的感受 曹操从小的时候 就是他的跟班 现在和他平起平坐 还给他封头衔 他觉得曹操就是 一个人败把子 你再老几啊 所以在决定进攻曹操的时候 他让陈琳去起草了 讨曹操席 从曹操的三代祖宗挨个骂过来 然后骂到曹操 说他道德如何败坏 品质如何恶劣 朱禄明氏 九江太守边让 然后又欺负和原家齐名的 汉末民族杨彪等等 然后曹操又设置 发出中郎将摸金校尉 八分掘木 这还提到了曹操 专横跋扈 三公斧完全被废除等等 在结尾呢 还很狂的写了 得操守者 封五千户后 赏千五千万 按照上一集的说法 两颗曹操的头 都可以买派位的官职了 这个可能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篇 记录曹操的各种罪过 最全面的文章 那这封习文一面世呢 便被火速发往各军 袁绍就筹错了十万人马 准备去攻打许都 骑马军十五万 步兵十五万 共精兵三十万 即日 向黎阳进发 只不过 这时候的曹操呢 还忙着东征反叛的刘备 当时他派去徐州的 刘代王中等人 都被打败了 于是呢 他就决定 亲赴徐州 征讨刘备 在电视剧里呢 袁绍做错的第一个选择 都发生在这里 当时刘备被曹操打得很惨啊 也是再次求助袁绍 当时田锋也劝袁绍 使都空虚 正是攻打的好机会 赶快去啊 但是 袁绍以孩子生病为由 给拒绝了 机不可失言 我将死也 这一段呢 是后汉书 袁绍传里的记载 当时田锋气了 又拐杖敲地 袁绍听说了以后 还很愤怒 从此对田锋碎书烟 不过呢 我看史学大家 吕思勉先生 将这一段解读为 事后附会之谈啊 因为刘备当时的力量 比较弱 也牵制不了曹操太久 而且曹操以前就吃过 被吕布偷了眼周的亏 应该不会倾巢而出的 那袁绍这边 想要去到许都 他得先渡过黄河 然后再走几百里地 至少那是十天开外的事了 万一 这时候正好碰上 刚回家的曹操 那真是 尴尬的母亲 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 总之啊 这会儿他们没打起来 但真正热战的时间 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后 电视剧里隔了五六集 主要是在塑造 关羽的光辉事迹 很快呢 刘备就吃了败仗来投 那曹操呢 也将全部的精力 放在了袁绍身上 第二回合 绍战交锋 就此 拉开帷幕 关于消灭曹操的办法 那最开始呢 田丰举授这些人 给袁绍的意见是 先不要主动和曹操 进行战略决战 毕竟呢 袁绍这边是地广人多 应该充分发挥优势 那在皇帝那边呢 就前世献接天子 要是不得通 乃表曹氏 割我王禄 那在战场上呢 就是以小谷的精锐军队 在不同的地区 袭扰曹操 迫使曹操在不同的战场之间 疲于奔命 这样三年之中 是可做定义 但是啊 袁绍这个人 还是非常架不住 别人给他戴高帽的 当时这个沈沛 郭土等人就跟他说 以明宫之神武 跨河寿之强众 哎呀 伐曹氏 根本都不要三年嘛 这给袁绍 一下就说飘了 所以呢 根据后汉书的袁绍传 填封倒霉了 封强健武哨 哨义为举重 遂谢戏之 大难 左右脱下 斩 而根据三国志 袁绍传呢 倒霉的则是举兽 当时在沈沛和郭土的挑拨之下 袁绍呢 还把举兽的兵给分了三份 直接给郭土和淳于琼分了 不过呢 袁绍最开始的打法 和田丰举兽说的 还是比较接近的啊 根据三国志五帝纪记载 在公元200年2月 袁绍的大军 来势汹汹 进发河南 白马严金之战 即将开打 只是袁绍没想到 这个曹操听了寻忧的建议 他声东击西 先去了严金 假装要偷袭袁绍的后方 然后趁着袁绍分兵出来 去救严金 他又突然转向白马 打得援军措手不及 这个再加上 赞祥朝廷的关羽出战了 在严良攻打白马的时候 人家举兽就说了 良性促侠 虽骁勇不可独任 但是袁绍不听不听不听 结果严良被斩 气急败坏的袁绍 又急忙渡河 想要去追击曹操 他屯军在严金的南边 并且派出了刘备文丑 率领五六千计出战 结果又被曹操使诈了 当时曹操命令骑兵 都解鞍放马 还有资重就倒 把物资扔的一地都是 援军赶到以后 眼看着满地的装备 这个士族都下马 开始捡 结果曹操带着五六百骑兵 忽然杀出 哎 文丑又没了 少军大振 顺便一提啊 在从白马转移到 严金南的过程当中呢 根据三国治五帝纪 曹操还喜齐民 巡河而兮 也就是邪民跑路 只是距离好像没拍 反正呢 在白马严金 出战得胜的曹操 那是见得好就收 迅速溜回了关渡 我们看地图啊 在这里作战 对曹操就要利好多了 战事的第三回合 就是关渡相持 这个时候呢 连吃几次亏的袁绍 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 他就是要避其功于一役 以泰山压顶之势 一举击败敌方的主力 彻底消灭曹操 统一北方 传令三军 加速前进 一战 定绝死雄 其实这会儿 举授是再一次劝说了袁绍的 说援军人多装备多 那曹军锐气足 所以呢 南力在于急战 北力在于缓拨 以徐持久 旷以日月 但袁绍又没听 只一门心思的 叫大军加速进发 将这祸我军心之徒 斩了 正所谓科技强国 在关渡战场呢 他们打的非常的高科技啊 根据三国志 袁绍转 袁绍先是建起高楼 堆砌土山 反正就是站在一切的制高点上 朝曹军射箭 在这种东汉98k的攻势之下 曹军只能将盾牌 全部顶在头上 众人大举 那为了应对呢 曹操这边又做出了发石车 利用杠杆原理 发射大石 那直接是将袁绍的高楼 全部摧毁 后来呢 两边又分别的挖地道 挖长沟 互搞偷袭 又相互去找人 背刺对方 曹操呢 还请袁绍吃了爆米花 他派兵去袭绍的运粮车 进坟旗鼓 这段玩的很花啊 但是这些对于战事的进程 其实都没有起到什么太大的推进作用 唯一影响战局的一点是 在这大半年的来回拉扯消耗的战斗当中 曹操快要撑不住了 根据三国治武帝纪 功与绍相聚连跃 虽比战斩将 然众少良进 士族疲乏 这个时候曹操有一些想后退了 还是在寻遇寻忧 贾许 郭家等人的共同劝阻下 才坚持住了 要以智弱当智强 继续等待时机 那么 机会在哪里呢 在这期间 真正改变了袁绍和曹操的战略态势的 其实就是许忧突然主动投降曹操 这个也就是三国治武帝纪里写的 许忧贪财 少不能足 来奔 战事呢 也由此进入第四回合 火烧乌朝 许忧是袁绍那边的重要谋士 他从袁绍和董卓翻脸的时候 就已经跟着袁绍了 这样的人叛逃 除了带走大量真实的一手的军事情报 还会带走很多的军心 他一来呢 果然就不但把袁绍军中的虚实 全盘告诉了曹操 还给曹操提出了偷袭乌朝的建议 属于厕所里撑干跳 有点过分啦 正是因为曹操带兵啊 一把火烧光了乌朝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 袁绍的军队呢 这才开始面临着物资紧缺的态势 这再加上作为前锋部队的张和高岚 也突然之间主动投降曹操 袁绍措手不及 只能弃军与元潭单几度和逃走 他的军队呢 也全线崩溃 公元200年10月曹操终于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杀少族繁八万人 当然了 不只是袁绍手下的人 电视剧里还是有处理一下的 那个时候的名士们 其实很多都是两边下注的 就是暗戳戳的给其他公司发送爱之信号 曹老板在击败袁绍以后 在袁绍的营地复制一具的那些信件呢 也都是曹老板这边的人写的 关渡之战打完了 我看完这一整段史书最大的感受时 袁绍也没有剧里那么的窝囊和冲动 虽然这个上不听不听不听 确实在剧里出现了很多次 他确实呢也是视强而骄 他手下的人也确实是心机深重相互算计 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导致 关渡之战这个结果的核心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曹操的身上 对于曹操而言 他处在一个四战之地 强敌环似了 关渡之战那就是生死存亡之战 打赢了其他的人都不敢动他 那打输了呢 他就会成为别人的鱼肉瓜分对象 而不是像袁绍那样输了至少自保又欲 在关渡之战以后呢 曹操被一举消灭的危机解除了 他想的却不是乘胜追击彻底消灭袁绍 而是在取得了青州和冀州的部分郡线之后 就主动停止了进攻 准备去南征留表了 因为这个时候 曹操也没有把握能够彻底的消灭袁绍 他被袁绍放在了最后决战的位置 那么袁绍集团为什么就没有东山再起呢 是因为不想吗 我们再来说第三点 在公元2022年5月 袁绍自己吐血身亡以前 他呢还是和曹操拉扯了一段时间的 尽管关渡惨败以后 当时冀州朱骏有很多投降的 形势对袁绍非常不利 但他很快呢也就稳住了 2011年4月曹操扬兵和尚 击破了袁绍的苍廷军 但这个时候 袁绍也逐步稳住了阵脚 还打回了叛降曹操的郡线 那等到2022年春曹操再一次进军关渡 摆出要进攻袁绍的姿态 可袁绍呢 却在五月忽然病死了 他的幼子袁尚继位 长子袁潭则自称车骑将军领兵在黎阳 当年九月呢 曹操便继续进攻袁尚和袁潭 三国之记载 潭尚数败退 固守 也就是说曹操这时候 仍未突破袁潭和袁尚的防线 但是啊 他们老袁家的DNA 这时候就又开始发挥作用了 因为袁绍是费长利友 将长子袁潭安排为青州刺史 而以幼子袁尚为继承人 导致了原本团结一致 人才积极的袁绍集团 发生了内部分裂 一部分人呢 支持袁潭 一部分人呢 则支持袁尚 袁绍病死的时候 袁潭还在青州 那袁尚就被袁绍手下的文物官员 奉为继承人 这些人为啥支持袁尚啊 其实也是因为袁尚的政治和军事经验都更少 更容易控制 那相比之下呢 袁潭基本上是凭着一己之力 帮袁绍得到了青州的地盘 所以说政治和军事经验也相对要更丰富一些 不过呢 这个袁潭的政治能力也属于是全靠对手衬托的程度 在袁尚继位以后呢 袁潭不服兄弟之间发生战争 袁潭抵挡不住 居然又跑去向曹操求援 对于曹操来说 你这不是送上门来找打吗 所以呢 曹操就放弃了南征刘表 迅速出兵支援袁潭 那袁尚就被击败了 到了八月 沈沛的侄子投降了曹操 曹操攻破夜城 曹丕也子承父业 继承了袁熙的老婆 真是 后来呢 袁潭还想试图反抗曹操 但为时已晚 于205年的正月被曹操斩杀 袁绍的侄子高干投降 那袁尚和袁熙没多久也被公孙康砍死了 袁绍就这样死了还不到三年啊 袁尚和袁潭就引狼入世 曹操得力 彻底消灭了袁绍势力 拿下了冀州 青州和冰州 这个四十三宫的袁氏家族 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封烟中 昔日 我与本初共同起兵时 本初曾问我 若事不及 方念何所可据 我问之曰 足下异域如何 本初曰 我难聚合北祖燕带 见沙漠之众 难向你争天下 数可以寄我 我大愿 我认天下之智力 以道御之 无所不可 自言如作 而今本初已亡 我 我不能不为流体 消灭了袁绍势力以后呢 曹操紧接着用北征乌丸 把匈奴的铲鱼与附罗 迁到山西北部地区 并由此完全有效的控制了整个同关以东 淮河以北的华北地区 在这一个广大的区域之内 再也没有能够和他相抗衡的势力了 甚至连北方相对比较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也都没有了 这个是自董卓之乱以来 北方地区第一次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那关中地区至少名义上是保持着对曹操控制下的汉县地的服从 只有南方的这个孙权 刘表 刘章 还有像汉中的张鲁 西北的马腾这些人还没有被曹操消灭 但他们这时候也都没有主动进攻曹操的实力 只是割地自雄而已 当然了在这之后 曹操就再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对手 就彻彻底底的飘了 先是他自己从司空一步就当了丞相 然后呢就封贵宫 封地就在夜城周围 并且他还在夜城给他们家祖宗立了庙啊 属于正儿八经的诸侯国 是国中之国 开始为篡汉做程序上的准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四十三宫的元氏家族 就此之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一集呢 我们将来说一说 大宝贝一路艰辛的创业历程 敬请期待 下周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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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